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到底还是年少 在苏查这只老狐狸面前 他一点胜算也没有 没有意外 周和安选择跟苏查离开 而且不是去别院 而是去一个更安全更隐秘的地方 对此 林初九一句话也没有说 只叮嘱周和安好好照顾小瑞 他会去看望小瑞 多谢夫人 周和安抱着小瑞 局促地坐在马车一脚 他确实是应该谢谢林初九 要不是因为有林初九在 苏查不会用这么温和的手法 肖天耀也不一定会保他们 毕竟把他们交出手 能换来更多好处 我没有做什么 林初九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周和安怀中 什么也不懂的小瑞 不由地叹了口气 他真不知自己的运气 怎么就这么好 随便救个人 都是来历不凡 简直是遭难体制 也不知是他倒霉 还是遇到他的病人倒霉 周和安也不知要什么 他虽然选择和苏查走 可他仍旧很是不安 抱着小瑞一言不发 只是看着林初九 哄小瑞说话 很快马车就到了别院 林初九再次和小瑞告别 提着药箱刹车 苏查也跟了下来 你还跟着我干嘛 事情不是已经办妥了吗 我要办妥走了 会让人起疑 苏查觉得自己被人嫌弃了 可他今天这事办得很厚道呀 王妃应该不会生气吧 哦 林初九应了一声 往里走 为防万一 苏查还是问了一句 王妃 你生气了 要是因为他惹得王妃生气 萧天耀肯定会拆了他 不生气 林初九真的不生气 这事 萧天耀肯当着他的面处理 已经是给足了他面子 凭萧天耀的本事 要瞒着他 悄悄带走小瑞与周和安 并不是难事 萧天耀肯让他知晓 已经算是有进步 晚上可以给他奖励了 说到奖励 不免又想到昨晚那个闻 想到昨晚那个闻 林初九脸上浮出一抹笑 如果他们两个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其实也挺好的 不需要轰轰烈烈 就这么细水长流 苏查在身后 看林初九一会儿冷着脸 一会儿又傻笑 不由得摇头 女人果然善变 林初九一到别院 就有下人跑过来 王妃 十七号床的小孩子 嘴唇出血 大夫们也不敢动 你快去看看 十七号床的小孩 是昨天做了吐唇手术的 这些孩子都没有名字 林初九只能用编号来叫他们 好 我这就去 提到工作 林初九立刻收起傻笑 苏查看林初九 以免变高大上 不由得傻了一下 王妃是她认识的女人当中 最善变 也是变得最快的一个 咚咚咚 在苏查傻愣的时候 林初九已跑进更衣间 换衣服 洗手 然后带着药包 去了十七号病房 苏查反应过来 忙跟了上去 却被照顾孩子的下人 拦住了 王妃说 进这间房 一定要换上干净的衣服 还请公子 先换一件衣服再进去 苏查虽然一路坐马车 可身上和鞋子 不可避免都有一层灰尘 虽不脏 但绝不干净 有我能穿的新衣服新鞋吗 苏查很配合 可以特别提了 要求新的 他苏大公子 从不穿别人穿过的衣服 有外套 鞋子的话 公子在外面套一层就行了 下人带苏查换衣服 等到苏查回来时 林初九已经将伤口处理好 苏查想要看林初九处理伤口的心愿 再次落空 有点小心塞 苏查觉得自己流年不利 就都递几次了 他每次都错过 你们晚上注意一点 别再让他抓到伤口 晚上要是照顾不过来 就把他的手绑了 林初九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交代 是 下人连连应试 知晓伤口是孩子自己抓出来的后 照顾孩子的几个下人都吓慌了 本以为会被罚 没想到王妃只是训斥了一顿 真的算得上是温和了 平时多注意一些 我去给其他人换药 林初九没有在儿科待过 可也知道小孩子比成人难照顾多了 别院的下人并不多 偶有疏忽 在所难免 换药 量体温 检查伤势恢复情况 林初九一上午就做这些事 苏查一路跟着 刚开始还觉得好玩 可看着看着就觉得好没有意思 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动作 几句话 一点心意也没有 这对习惯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苏查来说 这种异常不变的生活 简直没去得紧 也不知王妃怎么有那个耐心 不过 王妃写的那个病例还挺有意思的 每个人的情况都写在纸上 昨天和今天的情况一目了然 这么一来 就不用担心会搞混了 也许 他回头也可以将底下的人整理成册 写明每个人的特长与实力 还有他们平时执行任务的表现 这样他就不用担心会搞错人 调派人的时候也就更方便 晚上就去和肖天耀商量 有了一个不算小的收获 苏查心情颇好 一扫之前的郁闷 吃完饭后甚至主动问起 有什么事他能帮忙的 你 不用了 我下午有一台手术 你帮不上忙 临初就知道 苏查今天一直跟进跟出 他也不防着苏查 左右他除了手术包 给孩子们用的药全是中药 当然不是他开的药 是肖天耀请的大夫开的药 他学的是西医 对中医有所了解 但要他开药方 那绝对是玩笑 手术 那是什么 苏查双眼一亮 直觉告诉他 下午会比上午有趣 也许他终于可以异常夙愿 看看临初九给人处理伤口时 到底有多么让人惊艳 就是把破裂的嘴唇缝起来 你上午不是看到了吗 临初九没有详细解说的打算 苏查也不懂 他纯粹就是想凑热闹 兴奋的道 我能跟吗 不能 临初九坚定地摇头 扯着一抹不是笑的笑 不当苏查开口 转身就走 同一时刻 结束早朝的皇上 留下肖天耀单独一事 皇上说完后 肖天耀就指回了他两个字 不管 说完 说完 转身就走 动作和临初九如出一辙 本章完